今天邀請到的來賓 是我們史上最狂教授 也是台北市長 陳水仁李錫坤 坤屁 大家好 我是坤屁 第一關快問快答 每題計時三秒鐘 罵過學生最熊的一句話是 這可以播嗎 柯P和坤P誰比較狂 我玩 他瘋 柯P和坤P誰帥 三秒鐘 他帥 這一輩子做過最瘋狂的事 用石頭打老師 最喜歡的卡通是 大力水手 蔡英文和酷酷嫂誰比較美 一定要數一個 不能撒下教授 快點 蔡英文比較美 蔡英文比較美 劉達華 梁朝偉 周星馳 自己長得像誰 周星馳 周星馳 納豆和四季豆有什麼不同 當然不同嘛 一個是... 一個... 一個是... 顏色不一樣 四季豆是綠的納豆 你講是人 我的天啊 沒關係 教授沒關係 人物體 我們來看 這個人是誰你跟不認識 你想一下 你猜一下他是誰 林志玲 林志玲對不對 好 沒關係 當然我跟你講 答案 這個人你跟不認識 這個人你認識 你認識 還是韓國明星 韓國明星是不是 那講得出他是誰嗎 不知道 孔劉有沒有聽過 孔劉有啊 知道了是不是 知道... 那跟孔子是什麼關係 孔子... 孔子年雅來的後代 好 教授那這個人是誰 這個人是誰 好像演你是一個韓國明星 韓國明星 但是不知道名字 不知道 這個是李敏昊啦 李敏昊也聽過 好 李敏昊演 那孔劉演什麼 孔劉演演殭屍 全部都演那一部戲 那哪一首歌最能反映你的人生 一朵小花 一朵小花... 小花... 一片片彩虹 教授這首歌是有二十分鐘嗎 彩虹 然後馬上...進入第二關 第二關 被剪掉嗎 今天終極測謊的題目 第一題 今年2018選舉年 這個台北市長的選戰 柯P 你會選到底嗎 我不是柯P 什麼 我真的還蠻大的 頭腦好清楚... 柯P 你會讓國民黨嗎 不會 國民黨... 歡迎國民黨支持我 第二題 你最生氣的時候 遇過這麼多的學生 有些學生應該有時候會讓你覺得很糟糕吧 你會不會想要打學生 我會 你確定 從來沒有這想法 沒有 我看你說的是不是實話 從來沒有想打過學生 沒有 打瞌睡 跟你上課的時候做挑戰 你的手沒有事嗎 你的手有點麻 有點麻 就是可能代表你說謊了 沒有 沒有說謊 下一題 在昆P在選戰中 有沒有信心贏過柯P 有 你確定 確定 他的身世很大耶 但是我比他專業 我們來看 到底昆P所有信心 是不是真的 但是他也是很多網友支持耶 那個不一樣的 對就是對 錯就是錯 不能因為 因為你是不是要被電到 但是你不講出來 那你那個被電到的感覺是怎麼樣 滿爽的 滿爽的 今天非常感謝昆P參加我們的大考驗 今天的與民同行政治測謊金 衝擊成功